今天我来长野展,来买长野的特产,包子,煎包子 那这个煎包子的馅儿呢,有各种各样 蔬菜馅儿,南瓜馅儿,红豆馅儿,还有长野非常有名的苹果馅儿 可以看得出来,日本人的包子基本上都是素馅儿的,没有肉馅儿 可能这就是他们喜欢吃的包子了 那我每样都要了一个来品尝一下普通的馅儿,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排队的人特别多,看来很受欢迎 上面的点点的颜色就是它会告诉你是什么馅儿 参考这个它给你的参考书,你就知道你吃的是什么馅儿的 那我吃了蔬菜馅儿,觉得味道还是不错,非常的清淡 说明日本人很喜欢清淡的口味,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古早味吧 当然我们的肉包子也不输他们的长野包子,肉包子更好吃 谢谢 期待